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的聊天叫 2025年秋季苹果新品发布会的一个手表 苹果手表了我们的Apple Watch Series 11 还有Apple Watch Ultra 3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款产品 在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功能 收获什么用的用户 当然这个都是一些预测 但也不是完全预测 没有根据的预测 而是说我们结合了很多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也通过7KGPT查了一些数据 然后分享给大家的 希望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我们先说一下苹果Sales 11的一个功能 首先呢 这主要的是一个健康方面的一个监测 一个就是血压监测 一切什么没有的 英文以前只有血氧新年头 还有心育这些监测 还有睡眠的 这次它加了一个血压 这次血压它不是直接给出数据给你 它是通过传感器和散法来长时间的 盼望你师傅有血压的升高的趋势 并在必要的时候给出一些预警 它搭载了全新的S11的芯片 是T8310的架构 拥有双核CPU和四核的神移引擎 运载能力和AI的功能是更强大了 同时呢具备了64GB的一个层次 另外它也搭配了最新的Apple Watch OS 26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现在就是有一个液态玻璃的一个界面 UI非常漂亮 它同时搭载新的Working out body 就是运动的一个程序 就是它会跟踪和监测你的运动的一些习惯 然后给出一些更好的运动建议 智能低叠一些数据 它说根据你的一个时间或者习惯 它会把一些你最想用的看到的信息摆在前面 续航优化呢 这个是虽然是一天一充的一个趋势 但是好像这次说有优化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天一充 对我们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但是它的功能太多了 它的电耗效果很大 所以还是需要一天一充才够满足 总体来说来S11的定位 应用是大众化的准备机型 在外观上变化不大 但是在健康好AI或者交互上 做到很多提升的升级 这就是Apple Watch 11的大概介绍吧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Ultra 3 Ultra 3系列都是苹果给不外运动爱好者 或者极限环境用户的一个设计的 那我们今年的Ultra 3 有哪些更新呢 我们来提一提 第一个更强大的健康监测 它和S11一样都有血液的监测 但Ultra 3在传感器上面的更加优化 然后对几年运动或极端环境中的 更加有稳定的一个监测功能 Ultra 3同样是也支持了 睡眠卫星战警的一个监测 长期跟踪 然后在必要的时候 它会提出预警 卫星连接了第一功能 与iPhone的卫星SOS的功能类似 Ultra 3它是提供的基础的卫星通信支持 当你在野外没有信号的时候 我们在通过手表发送紧急求救信号 对腹外运动或者头部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然后续航表现 Ultra 3在正常的使用下 可以达到36个小时 如果在低模式下 可以达到72个小时 远超S11的1.1寸的功能 然后新的材质和表带 还是沿用的太精手的一个材质 然后后来它会提供了新的表带 就是给腹外运动的防水的橡胶表带 还有极限的环境用的一把纺织的表带 AI与运动结合同样 它也是提供了Working out body的一个AI的功能 就是你在运动时候 它会结合你的运动一些习惯 然后给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给到你 比如在温斗 海拔 甚至在你的运动场景中 给出更专业的一些建议 总结一下 AUTRO3能适合是腹外运动 长头头部 探险 滑雪 潜水的一些极限环境使用 是有帮助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 S11跟AUTRO3到底怎么去选择 当然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运动爱好者 经常去健身房或者说通勤的 我觉得S11就给你用了 如果你是专业运动员 或者说喜欢极限运动 长时间腹外探险 那么AUTRO3就更适合你 它的续合更强 功能更全面 还多了卫星紧急通行功能 可以说是冒险者的最佳伙伴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对S11跟AUTRO3的一个 晚点介绍 你会更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